此季马来西亚冰城幼儿园欢喜迎接开学日 有学生乐在其中 也有四岁的小朋友嚎啕大哭 老师们不慌乱彼此相互协调 安住了每一位孩子的心 一大清早大爱爸爸妈妈 还有此季幼儿园的老师们 已经站在门口用热情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谁的名字 此季的名字对吗 我们老师在跟你改过 然后来讲上去 让全部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 杨思轩你好 早安 同学们早安 面对新的环境 有的孩子乐在其中 有的却感到陌生 甚至开始嚎啕大哭 我已经知道他会哭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有跟他说 在石台的面前我们温馨出来的时候 就有跟石台讲 不要哭啊 这边新的学校师他会在看着他们会保护他们 可是他也是忍不住 面对形形色色的孩子们 老师们并不慌乱 彼此互相协助 安住一颗颗忐忑不安的小心灵 常常保持一个平常性 自己的心情就在影响着孩子 所以就是想要祝福自己 一整年下来 常常因为也比较有经验了 所以应该要做好准备 来跟孩子们好好的互动 挣下爱心的种子 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在大爱的呵护下 变得更有信心 毅力和勇气 大爱新闻胡慧风 黄艳碧 马来西亚冰城报道